过去因为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许多产业停摆 学生毕业及失业的情况相当严重 经过各界近两年的努力 高雄市失业率创下县市合并以来新低 终于是雨过天晴 那高雄市政府呢在这个 下半年跟全年的失业率都3.6% 跟去年的这个比较起来呢 我们降了0.3个百分点 那在六都里面的排名呢 我们是第一名 高雄市政府举办各式真才活动 雇佣奖助等等 帮助企业找人才 也让劳工朋友有更多工作机会可以选择 依据行政院主机总处18日公布的统计资料显示 111年高雄市15到24岁的青年失业率 荣登6度最低 25到29岁的失业率也爬升到第三名 高雄市青年局局长张义黎表示 会继续和各局处合作横向连结 为高雄青年提供更好的工作机会和媒合平台 像我们高雄市政府青年局所推出的大港青年实习站 我们有推出了250家的这个企业 将近1400个的媒合职缺 也实质的帮助到我们许多的年轻朋友 让他们在进入职场之前 就先认识企业的文化 也实质的降低了他们摩擦性失业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高雄市长陈其迈表示增加就业机会以外 也希望年轻朋友可以选择到更优质的工作 将会给予支持和辅导 让经济持续发展 那在这两年大家的努力都有一定的成绩 那我想我们也会继续的包括在这个实习的媒合 职场的体验多元的就业的方案 来给予我们年轻朋友更多在出入职场就业的支持 111年下半年开始疫情渐渐趋缓 劳工局也积极办理各项措施 重视市民朋友的就业问题 让民众在找工作的时候 有管道有方法安心上工 记者潘志光庄书亭高雄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